我们一起到达 我们一起到达 有目标就往上爬 你相信你可以 勇敢的往前崇拔 有想怕就有办法 有办法就不用怕 我们一起到达 是number one 强大的企业家 超越表现的力量 我们一起到达 是number one 强大的企业家 超越表现的力量 我们一起到达 我相信 我可以 哈喽 先生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 是的 又回到来了 我们这一个成功学家 读书会的FB Live 是的 那么在这个星期五的晚上 我们时隔一个礼拜 又见到了大家 那么这一次呢 10个一个礼拜 见到大家呢 有一种小别圣心 或者感觉 感觉上好像很久没有回来了 对不对 是的 那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晚上好 我是Lester 来自YYC 那么今天很高兴呢 能够在这个成功学家 读书会的FB Live 这里呢 和大家一起成长 一起的学习哦 那么在我们开始之前呢 线上的朋友们 我们想打一声招呼 好不好 那如果不管你是 刚进来的也好 还是说你已经 哎 已经进来了一段时间呢 刚刚有在听我们的 这一个主题曲的话呢 都在我们这个comment那里哦 跟我写一个Hello 好不好 是的来跟我写一个Hello 我们来打一声招呼 啊 那么在您跟我打招呼的同时呢 也别忘了 记得一定要把我这个直播啊 记得把它分享出去 以及点赞分享哦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呢 你只要把这一个影片呢 你把它分享出去 你再tag三位朋友 是的 tag三位朋友哦 你就可以获得今天这一期的 成功企业家思考手册了 是的 是免费获得哦 而且啊 大家记得记得 一定要留守到这个直播的最后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我们今天准备了非常非常神秘的好康 将要带给你 所以呢 大家记得千万别走开哦 记得一定要留守到这个直播的最后哦 是的 那么大家晚上好 那么今天呢 大家都知道啊 是农历初十五 对不对 是农历十五 那么今天呢 也是我们所熟知的元宵节啊 那元宵节呢 通常我们都是做什么的 传统习俗 都是去抛肝对不对 然后今天呢 我们不能去抛肝嘛 那没关系 今天我们来这里哦 一起的来参与这个成功企业读习会 我们来一起把握这个时间 一起来学习哦 好不好 那今天呢 可能你们有一些的朋友啊 会很好奇 到底什么是成功企业家读习会 是一群人一起读书吗 还是说它是一个分享会呢 诶 与其啊 我在这里呢 长篇大论的和你说什么是成功企业家读习会 不如呢 先让你来自己看一看 亲自体验一下 到底什么是成功企业家读习会 OK 那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VTube 欢迎各位伙伴参加成功企业家读习会 我是傅嘉宜老师 在网路上跟你一起来做智慧的交流与学习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 不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下属 对你的孩子都是一本随时可以调整的心态工具书 那到底什么是态度 态度是透过外在的行为来表达内在的感觉 这就叫态度 所以我们目前生活当中的任何事情都是受到我们的态度所影响 所以你我都要注意一个重要的东西 叫做态度警铃 当我们态度出现问题的时候 这个警铃就会响起 尤其我们的人在不断的成长或者不断往下跌 人在顺境跟逆境我们的态度都会改变 在顺境的时候 你是不是忘了以前谦卑的你自己 而态度已经变得不可一世 而在你往下跌的时候 你是不是已经帮自己的人身位阶 定位你自己是无能或失败者 你是一个loser 而从此以后你面对所有的事情 你的态度也从此以后畏首畏尾 所以这个态度警铃 我们应该如何去设定 不单面对自己 我们的孩子也要这样子去看待自己 我们的员工更要懂得尊重自己 尊重客户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 那态度能够为我们做什么呢 生命中遇到障碍挑战 问题以及失败 都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我们要如何处理它们 你允许情势让你痛苦吗 还是你要试着把握每个机会 我想我们所选择的道路 取决于我们的态度 当然除了非凡天赋的天才以外 这个我不谈 是什么让平凡成为精英 我想就是态度 名作家丹尼斯威特里曾经说过 赢家的优势并不在于与生俱来的天赋 高智商或者是才能 赢家的优势完全取决于态度 而不是支持 态度是判断成功与否的标准 但你无法用高价买到态度 态度本身是非卖品 所以能造就最大不同的关键 在于自己而不是别人 我们都无法选择会有什么事情 发生在我们身上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态度去面对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一点 抱有正面的心理态度 并不能让你每一件事情都美满 或者成就任何的事 这一点我们得承认 但是跟抱有一个负面的态度比较起来 却能够帮助我们彼此将任何事情做得更好 所以反过来思考 态度能为你做什么 作者告诉我们 态度可以为我们带来四个非同重要的获得 第一个 你的态度可以改变你的生命观 书中提到一个小故事 里面叙述两个男人 透过牢房 他们被关了 透过牢房向外望 一个说我看到了一片的尘土 一个说我看到了星辰 各位 一个看到的尘土是多么的灰暗 一个却看到了星星跟月亮 多么的美丽 所以各位同样往外看 你看到了什么 幸福跟辛苦 其实都会伴随着生命 面对着我们生命的所有的一切 你可以有所学习跟成长 你也可以压力抱怨 而我的建议呢 你可以选择换个角度看世界 态度改变了 观点自然也就改变了 第二个 你的态度 能够改变你的人际关系 各位 你的人际关系好呢 还是你的人际关系差呢 美国前总统 罗斯福就说过 成功的处方里面 最重要的一项要素 便是要知道如何跟人相处 懂得跟人相处 生命才会处处有贵人 这一小段里面呢 特别提到人际关系的四大原理 第一个叫镜头原理 我们是怎么样的人 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别人 我们有时候会用自己的感觉去看别人 我们对别人的认知 多半是靠着我们的态度 第二个是痛苦原理 受伤的人除了会伤害别人 也容易被伤害 我们的负面的经验和情感的包袱 影响着我们对他人行为的认知 这个我就遇到了 最近这一阵子遇到了一个伙伴 那他的话语当中有很多都具有 非常严重伤害别人的状况 那后来我才发现原来 他自己也是一个常常受伤的人 第三个电梯原理 我们对人在言行举止 所产生的影响就像坐电梯一样 我们有能力在人际关系当中 提升他人或者打击他人 就像坐天梯 你可以让他上升 你也可以让他荡下来 第四个学习原理 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个人 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老师 教导我们某些事情 从别人身上问你自己 你可以学到什么呢 哇哦 大家看完了我们这个成功学家 读书会的影片之后呢 大家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棒 很精彩呢 诶 怎么有一个video是这样的呢 哇哦 那么如果你觉得很精彩的话 或许或许你会告诉我说 诶 Lester 怎么这么短而已啊 你们的影片就是这么短而已吗 诶其实不是哦 因为你刚刚看的那一个 只是我们完整版里面的 其中一个精华的片段 那如果呢 你想要看到完整版的话呢 非常的简单 你只是需要去到 我这个右上角那一个网站 就是 www.booksuccess.y1c.my 是呢 你就可以快来看到我们这个完整版了 那么呢 这里呢 也再一次的回答一下 那记得一定要呢 就是把我们这个 成功企业都市会 这个FB live 分享出去 再tag三位朋友 这样呢 你就可以获得 免费我们的成功企业家思考手册了 而且记得记得 不要走开先哦 我们还没有结束哦 大家记得留守到最后 因为呢 待会啊 国家会有好康 有神秘的这个礼物呢 将要带给大家 是非常非常棒的 而且啊 在这个农历新年的最后一天啊 大家真的一定要留守到最后哦 好不好 啊 是的 那么呢 大家在刚刚就有看到说 我们这个video 感觉上好像非常的新奇啊 是的 今天呢 大家刚刚都有看到啊 诶 就是我们傅老师呢 他就在这个video里面 他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啊 诶 就是这本书里面呢 就是他的故事啊 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那么现在呢 轮到我来告诉你一个非常inspired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 在五年前呢 我们YYC啊 当时候就遇到了一位顾客 那么这一位顾客啊 当时候他告诉我们说 他的企业的revenue 也就是 不是revenue 就是这个net profit呢 一年是5个million 那么来到了今天啊 五年之后呢 他的这个net profit啊 已经去到了11个million 诶 这个时候线上的朋友 可能你会说啊 11个million 这样的公司在市场上很多啊 其实很容易找啊 诶 是的 你说的没错 的确是很容易找 那么今天大家猜猜看 他的这个revenue 又是多少呢 他一年的业绩 诶 是100个million吗 是200个million吗 是吗 啊 你可以写在那个comment里 让我知道哦 那么其实啊 我们这一位顾客呢 他的这个revenue啊 只有60个million 那么今天你看哦 他这个60个million 这个业绩里面哦 他就有11个million 这个net profit 也就是代表说 他的这个net profit margin啊 是18个巴仙啊 那么今天呢 这个18个巴仙啊 其实他是非常非常多的 或许啊 你会很好奇 因为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往往呢 市场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企业 尤其是在这个疫情的期间 行动管制令的期间啊 大家都会非常的着急 想要把之前损失亏损的这个动 都把它补回来 所以呢 就会不断的去找我们的这个sales 而往往啊 都忽略了就是 其实profit也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今天呢 给你选择的话 你会选择只是有sales 没有profit呢 还是只是有profit 没有sales 还是同样两个都要呢 是不是两个都一起要 当然这是最好的 是的 那么当时啊 我们就问这一个顾客说 诶其实呢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18%的这样的net profit 那他就和我们分享说 其实在这五年的里面哦 他就是他用了两个方法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他上了非常非常多的课 就是去充实自己 当然其中呢 也包括我们YYC 他进去他的课哦 那么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他看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书 诶为什么说看书 能够让他的这个企业 有这么大的一个成长呢 这个就是关键点了 因为其实啊 今天的看书哦 他是能够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启发 有一个新的思想 所以呢今天啊 这位顾客他告诉我们说 对他这个印象最深的 给他启发最大的 就是来自于我们苹果公司的创办人 Steve Jobs 他的那一本自传 那这一本自传呢 告诉了他何谓这个专注以及创新 也就是我们的Focus 还有Innovative 那这位顾客呢 在以前的时候啊 他有非常非常多的产品 那么在他看到了Steve Jobs 他所教他的我们需要专注以及创新 他就把他的精力呢 都投资都放在专注的去研究 如何把一个产品去把它做好 就这样呢 他的产品啊 越做越有价值 越做越好 就会受这个市场上的欢迎 这样呢自然而然呢 他的产品的这个成本 越来越低 利润也越来越高 就成就了他今天这样的18%的Net Profit 那么在场的线上的朋友们 今天你们也想不想像他一样 这样的成功 或者是达到自己想要的成绩呢 是的如果你们想要的话 大家我们就要向成功的人 学习他们的习惯 那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很多的这个成功人士呢 他们都有这个读书的习惯啊 像是我们Elon Musk啊 我们的这个全世界首富Bill Gates 好像我们的Warren Buffett 甚至是香港首富李嘉诚呢 在他的这个试验的期间啊 他都用了70%的时间去读书 去研究他企业的未来方向 又怎么的去走 所以其实啊 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到 成功的人士基本上都有读书的习惯 所以其实呢 读书真的真的它是非常重要的 那今天呢 我们又说到读书哦 读书今天我们往往会 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啊 我们不够时间读书 对不对 我平时我相信啊 在线上的企业家们也好 还是你是在打工工作者都好 我们都平时因为工作忙碌 事业忙碌 造成呢我们没有办法就是 在短时间里面读完一本书 可能一拖再拖 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成功学家读书会呢 正好就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 来帮你解决掉读书 没时间看书的这个问题哦 所以呢 其实我们这个成功学家读书会啊 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 我们有三位导读老师 首先第一位呢 就是我们的中国100强企业培训师哦 也就是我们的傅嘉义博士 他是我的偶像来的 那么今天呢 第二位啊就是我们的 �白西的敬爱的CEO 也就是达丁逊 我们的蓝丁面的形象哦 而且第三位呢 就是我们中国报 大家都知道中国报 对不对 是的 非常出名 是大马呢 这个流量最高的中文新闻网站啊 那么他的这个中国报的执行总编呢 我们一位小姐 他也是我们的导师之一 所以啊今天呢 大家你看看哦 我们你刚看到的 我们这个video 他所呈现的方式 是不是非常的创新 非常的创意呢 是的 因为我们用了一个叫做video book 是的就是video book 它是一种你看电影的方式 来教你哎 怎么样 就是可以吸收书里面的重点啊 而且里面的这些重点呢 都是由我们刚刚三位的导师 他们读了之后 再把它浓缩成这个重点 还有精华 这样呢他们融合自己的经验 再把它告诉你 再把它导读给你听 这样你就非常的容易吸收 还有可以学宜 自用了 而且不只是这样 我们的成功企业家读书会呢 还提供给你成功企业家思考手册 哎 这个是什么来的 刚刚大家都有听到我一直在和你说的 你只是需要分享这个视频 再tag三位朋友 你就可以免费获得这个思考手册了 那么这个思考手册呢 它就是一个手册 让你可以去思考 以及去反思 我有哪里的一个地方 哪里做的不够好 哪里可以做的更好 甚至呢 是我未来的方向 应该怎么样去走 未来的路 我该去往哪里 是的 就是我们会把它送给你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有这么多东西 其实啊 总共我们有高达24本书啊 那么想想看 今天这24本书的video book 我们有导师导读给你听 我们有这一个就是 用电影的创新的方式给你看书 而且我们有成功企业家思考手册 再加上24本书的话 一个月只是需要88令吉耶 是的 就是只是需要88令吉 那我们再猜一看 也就是代表说 一天只是需要3令吉而已 哎 一天3令吉而已耶 一天3令吉 平时你想想看 你可以买到些什么 一天3令吉 你可以喝一泡咖啡 但是你吃的了一餐吗 是的 是吃不了一餐的 但是今天呢 我们一块钱 就是一天3块钱呢 它就可以哦 让我们的头脑 就是充满这个智慧啊 让我们都被这个智慧呢 就是照亮 就是充满在我们的脑袋里面 因为我们所说的嘛 脑袋就是我们人类啊 最强大的这个武器 所以今天呢 我们这个成功企业读书 如果你和我一样啊 就是经常 因为工作坏嘛 没有这个时间上看书的话呢 哎 它就非常的适合你 如果你想要订购的话呢 也可以哦 你现在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在comment那里 有一个link OK 有一个链接在那里 一直需要点击 或者是哦 你就是可以扫描我们这个QR Code呢 你就可以获得的我们这一个啊 就是成功企业读书会的VIP了 而且这个是一个月八十八令吉而已 一天三令吉 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好哦 好 那么今天呢 哎 刚刚大家可能你会说啊 哎 说到这里了 你刚刚说的好康 到底是什么啊 Lester 等了这么久 我们这个好康怎么还没有出来呢 啊 现在就要告诉大家了 可能你刚刚看到了 你可能会觉得说 你会成功企业读书会 真的只有这么少东西而已吗 哎 其实不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今天啊 我们的成功企业读书会呢 除了我们特别为你准备了 这一个八十八令吉 一天三令吉 这么有价值的 这一个啊 就是价钱呢 我们还特别为你准备了一个 一年的VIP 哎 为什么是一年呢 是的 只是需要一年 一线零五十六令吉呢 你将会获得非常不一样的东西 哎 那么是什么不一样呢 啊 这个呢 是我们之前都没有给过任何人的 是在今年的时候 我们成功企业读书会 终于推出了加强版 那么我们这个一千零五十六令吉的 成功企业读书会VIP呢 我们就将会带给你非常非常好的 这一个礼物跟好康 那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 那首先啊 今天呢 那如果你成为我们一年的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VIP的话呢 你首先将会获得三场的这个Live Roundtable 也就是线上的圆说会议 那这个是什么来的呢 哎 其实啊 今天我相信呢 就是在线上呢 有一些你们是企业家 有时候啊 我们在这个企业上 身体上也好 或者是生活上 我们遇到了一些难题的时候 是不是会觉得好像没有人明白我们 好像显得很孤单 我们跟可能你的太太或者是你的另一半 甚至是你的伙伴 或者是你的员工 你告诉他们你的问题的时候 你总感觉他们都不明白你的这个立场 对吗 所以呢我们其实都明白你的痛 那么今天呢 我们通过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呢 不单单指啊 就是让你的脑袋充满了智慧 我们呢 还特别送你这个线上圆说会议 就是让你啊 能够在这个会议里面呢 把你这个问题提出来 那么呢 里面有个环节叫做issue processing 我们就有不同的企业家呢 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 就会呢一个个去给你建议 针对你的问题 那么你就可以收到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建议 再加上呢 那这个线上圆说会议啊 就是由我们的导读老师的其中之一 也就是我们的傅嘉义博士呢 去引导的 那今天傅嘉义博士啊 他不单单只是我刚刚所说的 他是中国一百强的企业培训师 他还是这个国际教练协会认证哦 IAC的这个认证教练哦 他还是啊 这一个国际授权的NLP导师 所以你看啊 这么样的一位导师呢 他就是能够去直接的引导你 就是你把你的这个问题说出来之后呢 他去引导你 教你如何怎么去解决 你在企业上面遇到这个问题 是不是非常的值得呢 而且不只是这样啊 我们还会额外送你三场呢 就是这个live的线上读书会 入门票 这个又是什么来的呢 和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的video book 又有什么不同呢 那video book啊 大家都是在线上的时候 随时随地 anytime anywhere 都可以观看的 你只要打开手机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live的线上读书会呢 他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他是当场我们的傅嘉义博士 直接现场导读给你听 而且不单单只是导读这么简单 他还会在现场的时候 用一种引导的方式 去引导你动脑筋去思考 诶这本书中的问题 应该怎么去解决 打个比方说 好像今天如果你是 这个在711这本书里面 他有说到他的创办人 林牧敏文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呢就是因为711嘛 大家都知道他们有很多的货物 那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呢 所有的这个supplier啊 他们都同一个时间呢 都来到就是他们的店那里来送货 这样呢就造成了那个道路啊 就是阻塞 就是塞车了 我以前他来说 那么他们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你是这一位创办人 林牧敏文的话 你会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引导式的方式 傅老师会这样子的方式来带给你 而且不只是这样 那在我们这个线上读书会里面呢 我们呢 傅老师呢 也会这样一步步引导 教你怎么样去做这个思考手册 因为啊 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有总 就是大概一千位的这个企业家呢 他们参加了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那他们都有 大部分呢都有反馈和我们说 这个成功企业家思考手册呢 如果有一个人能够陪我们做 就是看看我们做的对不对 就更加的好了 这个时候呢 是的 我们听到了你们的心声 特别就是为你们准备了这个 Live的线上读书会入门票 所以呢今天呢 这单单只是这一个线上的roundtable 还有这个线上的读书会入门票呢 他已经总价值一万一六千一百六十四令吉了 是的 已经价值一万六千多令吉的 而且还不只是这样 如果你单单呢 你今天呢 你直接成为我们一年的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VIP的话 我们还额外送你一张 这一个CEO品红酒品企业的入门票 它是价值两千令吉的 诶这个又是什么来的呢 那么这个啊 就是它是一个 wide night testing的一个networking session 那简单来说啊 就是一边的免费品红酒 一边呢 一边的和现场一些成功的企业家 大家一起做交流 一起做这个networking 就是建立自己的人脉以及网络 那么搞不好呢 在现场你还可以找到发展 甚至突破自己企业上 生意上的机会哦 所以呢这个这么千金难买的一个机会 这个门票啊 我们在这里也会把它送给你 所以呢今天呢 那这些礼物呢我们总价值 两万两千六百七十六令吉啊 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那么不只是这样哦 今天因为啊我们是这个就是农历新年的最后一天 初十五嘛对不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特别为你准备了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 只有今天有哦 过了今天就没有了 那么就是啊 我们额外送你我们Datingshin 也就是我们YYC的CODatingshin 他的这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线上研讨会 是啊这个成功企业家线上研讨会呢 它是总价值 原价呢它是六百八十八令吉的 那么我们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就是明师开路 冰书带路 那么我们今天啊我们有明书 我们有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有一个明师去带上我们了 对不对 所以啊今天呢我们会把这一个神明的礼物 也就是我们Datingshin的成功企业家线上研讨会 把它送给你 是的 只有在今天才有哦 所以呢如果今天你要单独上这一课程的话呢 是要六百八十八令吉的 可是今天你不需要 今天呢所有所有我们把它送给你的东西 总价值两万三千三百六十四令吉啊 但是今天呢你只是需要成为我们一年的VIP 只是需要一千零五十六令吉 你就可以获得了我们总值两万三千多令吉的这些神秘礼物啊 是非常非常非常值得的 所以今天呢大家真的我非常的鼓励大家 今天你成为我们一年的这个VIP 因为啊你所获得的东西是更加更加的物超所值的 那么现在呢在接下来的这个环节里面呢 我们会倒数十分钟的时间 今天如果你要购买的话非常的简单 在倒数十分钟里面呢 你点击我们在comment那里的这个link 你就可以马上的购买到我们的这个成功企业家读碎 成为我们的VIP 让我们一起哦就是成长一起的学习哦 好不好 来我们现在来我们来倒数就是 来我们来倒数就是十分钟 OK好的是的我们来倒数十分钟开始咯 那么在这个十分钟里面呢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 你也随时可以发问 好不好你随时可以发问 这样呢我会一一解答你们的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你会问说啊 是不是我只一定要买这个一年一千零五十六令吉呢 还是我可以买一个月八十八令吉 先试试看呢 是的也没有问题 的确你也可以购买我们这个成为我们一个月的VIP 一些没有问题的 但是今天呢我非常非常真的很鼓励你就是呢 直接成为我们一年的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VIP 为什么呢 因为啊今天啊如果你只是一个月八十八令吉的话 大家你看你今天呢是的 你会这样拥有我们导师导读给你听二十四本VIP 再加上呢我们有成功企业家思考手册 它是非常非常值得咯 但是今天如果你成为我们一年的这个VIP的话呢 你是会更加更加的值得更加更加的物超所值啊 因为啊你将会呢得到啊不只是二十四本VIP 你会得到免费三场的这个Live Roundtable 这个线上圆桌会议 教你引导怎么你解决 企业上生活上的这些难题 再包括啊就是这个Live的线上读书会 入门票我们也会把它送给你 而且不是只送一场哦 我们是会送你三场这么多 那么这些呢都是由我们傅老师去引导你的 而且啊我们还会送你的就是 这个Wine Testing Night 这个Networking Session的入门票 这是一边的免费品红酒 一边的就是让你能够去建立自己的人脉 和成功企业家一起做这个交流哦 啊那不只是这样呢 今天啊因为是农历新年的最后一天 我们还特别为你带来了就是这一个 它定性的成功企业家线上研讨会 所以啊今天呢大家赶快就是成为我们的这个VIP 在接下来这个十分钟里面 哎现在剩下七分钟五十多秒了 赶快赶快的购买哦 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VIP 因为今天呢你参加了我们的VIP之后呢 真的它是非常非常的物操所值的哦 啊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来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可能你对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啊 还是有一些疑问啊 哎这个是怎么样的那个是怎么样的 是的欢迎大家随时随地的发问在下面了 我都会解答大家的问题哦 好我来看看呢现在目前有什么问题 OK我看到呢有一个朋友说呢 他是说哎我们这个读书会总共有多少本书啊 哎这位朋友啊我刚刚有告诉你了 哎你看我们这个slide呢 有写到我们总共有事哦 24本书哦 我可能有告诉他24本书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那么里面呢哎会有哪些书呢 哎也有一个朋友问到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会有哪一些书在这个 就是成功企业家读书会里面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吗 刚刚那一本书呢 你们一开始看的时候 他是要有差异制造者 你看到所有的所有的这些书啊 他都是我们由副老师呢 还有我们的三大导师他们所精选出来 对企业最有用的书 当中包含了像是即兴演讲啊 他是教你如何把话说得更清楚的 在口调方面的 好像你看这是你的船是讲领导力 讲团结的 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李嘉诚是教你怎么样做人的 我们的311呢是教你怎么样把生意从小做到大的 包括我们的Steve Jobs是教你怎么样创新的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本书 这些书呢都是我们的老师 他们精选特别选了出来 对企业里面最有的书 而且啊就是企业每个方面有用到的 好像领导啊团队啊就是个人啊性格方面 所有所有的我们都有已经准备好给你了 ok来看看我们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哦 ok 那么我可以选书给老师读书给我听的吗 是的那么今天呢 这个问题啊是不可以的 那么今天呢因为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呢 已经把就是所有的书都已经精选出来给你的 所以今天你是不需要担心你会读错书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我 Lester那么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说好是企业家 那是否只有企业家才适合读 才适合成为VIP呢 其实不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今天啊大家想想看 我们读书呢是为了因为我们有公司才读吗 还是我们为了我们自己也应该有培养这个读书的习惯呢 大家都知道啊 读书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对不对 对哦 所以其实今天呢大家 如果你就是想要未来呢 就是能够有一个过上一更好的生活 学习是逼不可少的一个条件来的 那么今天呢不管你是谁 你是有自己的公司 你是企业家 你是不是老板都好 还是你只是打工 还是你是学生 今天这一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适合你的 因为今天呢如果你培养了这个企业家的思维的话 不管你有没有自己的企业啊 我相信啊你在你的这个人生的道路上呢 都会比较的一帆风顺 未来的成就也将会更加的大 好不好 其实是非常适合每一个人的 那如果今天呢你是想说 哎我的朋友生日啊我的同事生日啊 甚至是你的老板 你的这个伙伴或者是你的supplier 哎他们呢就是一些你想要感谢他们啊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哦 啊情人节的时候啊我们都说送花嘛 那今天呢就是这个华人的 我们说华人的情人节嘛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送干不送花了 我们送陈公琦一家读书会的VIP好不好 啊是的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礼物啊 因为你让大家一起学习 那么呢今天大家在最后的大概三分钟 三分多钟的时间里面呢 赶快啊就是点击我们在这个link 就是comment下你的link呢 就是去购买啊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的VIP 那么呢在倒数结束之后呢 你就将不会获得我们担定性的这个 成功企业家线上的研讨会咯 啊那赶快赶快购买啊 倒数结束之后就没有咯 啊来我再看我再看看啊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嗯我会要用多久才可以听完一本书 啊我这么解释给你啊这位网友啊 那么我们需要多久才可以听完一本书呢 其实很简单啊 那么其实我们平均一本书呢 我们将会有大概啊两到就是大概四集左右平均 所以呢一集平均大概三十分钟 所以其实呢你每一本书 只是需要总共花费 一个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你就可以把一本书都看完了 那么你想想看如果今天呢 你要读一本实体书的话 你是否一两个小时里面就可以看完了呢 啊或许是有可能呢 你这样子翻哦 对不对 你翻很快啊就可能是可以的 啊或者是你有这个啊速读的这个技术啊 技巧你就可以的 那么往往呢我们都是因为啊就是啊 这个没有时间看书啊或者是看书的时间太长 或者是有太多的书囤积在家里 想看都看不完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非常的简单 我们成功其一家读书会 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给你了 我们帮你解决了没有时间的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成功其一家读书会 除了让你省时省力之外呢 还让你随时随地anytime anyway 你好像比方说你在驾车的时候 塞车的时候 你在跑步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 午餐吃饭的时候 这些零零碎碎的时间 我们都可以把它拿来 就是听书去增加自己脑袋的这个智慧啊 所以呢我们这个成功其一家读书会呢 是非常非常的对你有帮助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真的在最后剩下的一分钟多的时间呢 真的大家赶快去购买我们这个成功其一家读书会VIP 让我们一起成为一份子 我们一起的学习一起的成长好不好 啊是的 今天呢我们说读乐乐不如种乐乐嘛 对不对 那么今天学习啊也是大家一起学习才显得开心嘛 那么今天呢非常的鼓励大家 马上呢就是从我们一年的这个VIP 只是需要一千五十六令吉 你就可以完全获得两万三千多令吉的这一个这个礼物了 你看到我们有这个Live的这个线上圆周会议啊 我们有Live的线上读书会啊 我们还有这个品红酒品节这个入门票啊 所有所有这些都有 我们今天因为是农历十五 我们还特别为你准备了就是线上的朋友们 这一个Netflix的成功企业家线上研讨会 是的我们把它特别准备给你了 就在最后的四十秒里面呢 大家赶快赶快的购买我们这一个成功企业都税 非常的简单 真的你在我们的comment那里 你就是点击我们那个link 你就可以成为我们这个VIP了 来最后三十秒了赶快购买哦 我们倒数结束咯 结束之后呢你就将再也不会有我们今天的这一个 啊这些礼物啦 你看我们这个Dating信的将不会有了 过后你要额外上的话呢 你是要付六百八十八令吉的 好那么最后十秒钟的时间是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零 OK好的我们的时间到 是的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 Time's out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优惠 我们带给你的这个神秘好康 是的结束了没有了 是的那么呢在这里啊我也想就是 恭喜就是刚刚在这个倒数十分钟里面呢 有买到有成为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VIP的你们 啊恭喜你们 因为啊你们呢 踏上了就是成功之路的第一步 也就是学习之路 那么呢今天啊我非常的开心 就是在这个农历十五的晚上 大家呢还是和我一起在这里 陪伴着我一起的学习 一起的成长 真的非常的感谢大家 那快乐的时光啊总是呢 过得特别的快 我们的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呢 今天也来到了这个尾声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和大家说 拜拜吧 那么在我们结束之前呢 再次恭祝大家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那么在新的一年呢 祝各位线上的企业家 或者是所有的线上朋友们呢 祝你们财运滚滚来 牛年牛转乾坤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我相信我可以 有目标就往上爬 你相信你可以 可以 勇敢的